只要比较麻煩的地方就是说 它不容许一点点的小错误 所以可能 你如果NG的话 要不就重来 要不就是你要看种程式你自己修改也可以啦 那当然这地方可能要注意一下 那如果发生错误的话你要重新录制 就跟你 开始拍影片一样 然后录错了 重来一下不就OK了 那基本上呢 最早我是 最早上课的时候是 一次就到底了 我发现好像一次做完 太困难了 所以我就把它拆成三个部分 三个阶段好了 因为一次从头1到8 全部做完 失败率非常高 所以干脆怎么样 把它拆成 123 45 678 拆成三段好了 三段再把它凑在一起 应该就比较不会失败 因为我以前习惯就是一次 因为会的人跟 没有用过的人 其实真的 这种使用起来的经验 当然以后如果你熟了 你当然要一次到 也慢慢 除了 不过你功力要到某一个程度 所以我们慢慢来 就不要一下子 造成很多的错误 好 你们大概知道一下 所以我们大概 大概刚刚有三个阶段的东西 三个需求 那我分别把它调列出来 那最好以后你们录制 那个聚集的之前 也 不要很草率 因为我发现很多人会 没办法学好 是因为 根本都还没想清楚 然后就开始录 录了之后你也不知道录了什么 然后就把它跑 跑了之后错 错也不知道哪里错 就一团混乱 最好的方案是 你要明确的知道 你做什么动作 然后呢 你就step by step 一个一个的把它做 那这个失败就会 比较小 就几乎不会失败 怎么做呢 首先我们123好了 所以你就照那123来做 然后 我们先把这边 先做一次给各位看 第一步我要做什么呢 那我是建议 如果你在做练习之前 请你先把那个通讯产品 这个工作表 先复制再来 复制一个 再来练习 为什么要复制 因为你如果做了之后 你就已经 做完了 那你就回不去了 你除非关掉 像我刚做了错了 我就把它关掉 然后不要存档 重开一下 否则的话 因为你有些东西 已经做完了 那你如果下一次要再练习 就没有空的 空白 原始的 所以我建议是什么 把底下的通讯产品 再复制一个 那怎么复制比较快呢 你可以拖拉 加一个控制键 有没有 拖拉加控制键 这个是复制工作表最快的方法 拖拉 加一个坎充 坎充键按住 再拖拉 那你会发现的拖拉到右边之后 会多一个一模一样的 通讯产品工作表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再开始做 做什么 第一步 就是 1到3 所以第16页 1到3 就是 1 我们就是 如果先彩排一下 如果你怕错 彩排过 假设我已经彩排过 OK了 那我接下来就开始录制 录制的话 1 开发人员 2 录制聚齐 他会跳出一个什么聚齐1 那你 把名称改一下 也许我叫什么 因为我们会有三段 所以我就 第1个叫 叫什么 通讯产品聚集1 也许我就 给他一个名称好了 比如说叫通讯产品 的聚集1 OK 那你给他名称之后的话 接下来的话 下方 有一个确定 确定键按下去之后呢 你做的所有动作 Excel都会自动帮你把 对应的程式写出来 这个功能我觉得还蛮好的 因为 如果你要写程式以前 你完全不会写的人根本 写不出来就没有 但是Excel VBA 这个Excel聚集蛮棒的就是他会帮你写程式 所以按确定之后呢我们就把 123这三个功能 把它做一遍 所以按确定之后 1 做什么 在那个什么 C栏 所以你就点一下C栏 2的话呢我习惯按右键 插入一个 插入一个空白栏 然后呢 游标放在 C1 点一下 输入那个产品名称 当然我刚刚是复制过来 不过我建议不要用复制 因为复制好像程式会多好几行出来 我们自己输入好了 这边的话我就输入产品名称 好 那 123 第4的话呢我就怎么样 游标再放在C2 做什么呢 去查询 所以查询的话就刚刚做的 插入那个最近使用过的函数 VILLE函数 然后呢把前面这边先查一下 这个编号 然后去哪边查呢 Table Array 去这边查一下 有没有T0 帮我把他的第2栏带回来 那比对方式的话呢 就帮我是完全一模一样的输入0 并且记得把Table Array的范围 锁起来 那我按两下 按两下就锁 锁列就好了 OK按确定 然后呢最后记得呢把它向下 填满我建议 不要用拖拉的啦 你干脆直接游标放在那个 他的这个储存格的右下角 会出现 白色变黑色之后的话 快点两下 好 这样的话呢就录完了 特别重要不要多一个动作 也不要少一个动作 这样子的话完成之后 请你按停止录制 OK 那停止录制之后的话呢 你就 再到那个什么呢 聚集里面看一下 所以我刚刚讲的录完的东西在哪里呢 再聚集 那你会发现的聚集这边就产生一个 好 那当然你可以执行他 或者编辑他 执行 他就重复做 不过如果你要执行之前 你请你把那个刚刚产生的这一栏 先删掉 因为 如果你这边还还在的话 假设你再执行他 他会变成这样子 找不到 好 所以 你这边请你把刚刚的这一栏删掉 那因为他实际上就是帮你把你刚刚的动作呢 再做一遍 所以你按执行他 也就是你把那个 刚刚c栏的部分删掉了 恢复成原来状态 你再按一下什么呢 执行的话 他会帮你把你刚刚做那四个步骤 全部再做过一遍 所以你这边把按执行 这个时候如果你看到这样的结果 那恭喜你 表示 你已经 成功了 那可是问题来了 到底你做了这么多动作 他到底帮你做了什么 然后呢 做在哪里 那我怎么知道他做的东西 将来如果我想要做变更 或者是说我将来 有些同样的东西 我假设我不要重写 我可以拿这个来修改一下 那那个东西在哪里 其实特别重要 所以 待会录完之后 请你把 录完的 多的c栏先删掉 删掉之后再去执行这个 执行 如果出来的话 那表示你做对了 那做对之后的话 如果说 你ok了 那你请你怎么样 把这边再按下 锯齐 然后呢如果你要看你刚刚 做的东西在哪里的话 请注意看编辑 他的东西啊 所以如果以后你要 去执行他 重做 执行 如果你要看城市在哪里 请你找到编辑 那编辑按下去之后 他就会跳出什么 其实这个按下编辑 他其实就是 帮你把你的城市 放在那个visual basic 里面的那个城市 帮你带出来 所以他会跳一个画面 叠在上面 ok 编辑 ok 那你会发现 他就会有一个这个环境 这个是 以后呢 你要自动化全部靠他的一个环境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